詞曲 李宗盛 教授 李宗盛 教授 李宗盛 教授 每一次來到這裡 都是滿滿的感動 剛才唱的兩首詩歌 其中一首是五十一年前 我跟另外三個弟兄 從基隆一直到屏東 到十個教會舉行步道會 我們四個人 我比較大 年齡上 當時我生大師 他們三個都生大二 其中有一個人是信友堂的牧師沈正 另外兩位現在都在美國 當中有一位作發生 他現在在神學院服事 還有一位弟兄在教會裡面當長老 主愛有多深 我們真的可以深深地體會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四個人 從北到南十個教會當中 我們的服事的唱的四歌 就剛才我們所唱的 那首詩歌叫做《信主多麼的甜美》 但是最後一段話 就是願我的信心更加堅定 上上禮拜 我到台南 本來我太太要陪我去 但是有一個弟兄至高費用 他說我陪你去 因為我行動不算太方便 所以他很熱心陪我去 台南有三個弟兄去了兩個 另外台北有一個弟兄叫胡維珍 他以前是國安會的秘書長 他也從台北下去 我們一共五個人去參加一個追思禮拜 這追思禮拜 離開人間蒙主恩召的弟兄 當年我大二的時候 跟他住在同一個寢室 在政治大學的團系的宿舍 我們一共三個人住在一個寢室 我之外就是這位弟兄 他是比我大 大概大了四五歲 不過他只有大二 他大三我大二 這位弟兄在我們三個人當中 永遠是最晚睡 永遠是最早起 最晚睡看到他是跪在那邊祷告 最早起看到他是在那邊讀聖經 他是一個很木納的人 他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通常嚴肅而木納的人 好像大家跟他容易保持距離 這是很特別 他的敬錢 他的愛主 使得人人都很喜歡他 當他大三的時候 他在團體裡面主持一個完道會 完道是九點鐘 通常我們都到十一點鐘才結束 他前面一定是帶三首詩歌 然後二十分鐘的講道 他那個時候不是傳道人 但是他那二十分鐘 我們非常非常的享受 後來他到台南神學院去讀神學院 我們會覺得台南神學院是個新派的神學院 可能是不太相信神蹟 不太相信奇事 更不太相信復活 的確台南神學院有很多人 老師或學生是這樣 但是這位弟兄到了台南神學院 他仍然堅持他的信仰 有一天我到台南神學院去看他 我累了 這位溫弟兄他說 你去躺下來休息一下吧 旁邊這裡有一個窗 窗上現在沒有人睡 我一躺下去 它是雙層窗 我馬上站起來 溫弟兄說 國良你怎麼了 我說你們神學院的神學生 怎麼床上頭擺了一個裸體的女生 一個照片 這是神學院嗎 我能不能把它撕掉 他說你要看他好像沒看見 他的境界我沒辦法達到 這樣一位非常嚴肅 非常少說話 但是只要他一交通就感動人 叫人永遠難忘 當他讀完台南神學院 他就被聘為長榮中學的校母 在那裡服侍了29年 中間兩次出國 一次到英國北邊最有名的大學 那一次達爾文所讀的學校 叫做愛丁堡大學 讀完他的神學碩士 隔了幾年 他第二次到倫敦的神學院 倫敦大學的神學院 讀他的神學博士 他應該是客家人 如果想不錯的話 但他客家話之外 米南話說得很好 米南話之外 國語說得很好 國語之外 英語說得很好 英語之外 俄語說得很好 因為他是俄文系的 他可以用這五種言流利的來講道 但是沒有想到當他到了倫敦大學 讀神學院第四年 論文完成 準備提問 也就是最後的Defense 有一天外面大雪紛飛 他走出去之後昏倒了 一個小時之內沒有人發現 他就昏倒在他的宿舍的前面 等到被救到醫院 幾乎是奄奄一息 在倫敦的醫院住了四個月 他的校長 校長 不是神學院長 倫敦大學的校長 每兩天去看他一次 為什麼 因為這個學生非常非常優秀 但四個月完了 他還是沒有辦法說話 還是沒有辦法站起來 只好送回台灣 長榮中學聘他當校母 那時候已經第29年 繼續聘他三年四年五年 全部的薪水交給他 他可以不必上班 希望他能夠復原 大概三年或四年或五年 我不記得了 他還是沒有好 身體越來越不行 學校不能沒有校母 只好聘請別人當校母 但他的家庭生活經濟怎麼辦 就聘請他的太太 在校母室當職員 這樣他躺在床上22年 他的太太說 她從來沒有抱怨過神一次 你可以說她一次都沒有抱怨過神 當我去參加他的追思禮拜 我通常對長老會都覺得又長又老 好像不會感動人 但是那個追思禮拜 是我參加所有追思禮拜當中 最有主的同在的追思禮拜 我每個人都很感動 我每個人都很感動 因為她做了最美好的見證 隔了幾個禮拜 我跟她太太在電話中聯絡 她太太告訴我很興奮的消息 她說當她在醫院 然後她看見 她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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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く 她看見 這兩位不同的牧師 所看到的意象 所看到天使的作為 他深深為他的先生感到安慰 聽說姐妹 信心要堅持不容易 二十二年躺在床上 不再說一次 從來沒有一次一句厭言 對神對人 我就想到 我自己人生還有多久我不知道 一切很長 一切很短 我真的有那樣的艱苦的信心嗎 還是沒有 真的是感同身受在無恩弟兄的身上 五十一年多前 我們的四位從基隆唱到屏東 不敢說結很多果子 但是應該不算太少 我們這四個人 沒有一個人從神的台前離開 當然每個人的光景各有不同 神的定論也是有所分別 但是感謝主 我們願意繼續往前走 我就記得張明哲當年的清華大學校長 國科會的主任委員 他曾經講過一段話 寫過一篇文章 他說 基督徒的傷亡率 我們就說 進了門 信了主 受了喜 參加聚會 說不定還有十一奉獻 但是 這能一直持續到生命的盡頭嗎 張明哲 張伯伯 張校長 張主任委員 張長老 他說 太多人 被招得多 懸賞得少 都流失了 我去參加問問到牧師的最次禮拜 當初有一個楊弟兄 我每一次跟他在LINE當中互動 我都可以感覺得到 他很久沒有參加聚會 當年他剛剛信主的時候 何等的熱心 他大一進政大信主 一到大使 然後當兵 然後進到職場 他不敢追姊妹 因為追姊妹 會得罪他的爸爸 得罪他的媽媽 最後他娶了一個外邦人 娶了外邦人沒關係 而後就漸漸從神的家中 不敢說完全消聲匿跡 但是實在不容易看到他 但是你知道嗎 當他參加溫宏到溫牧師的最次禮拜 上個禮拜他到台北來 他打個電話跟我說 國良 你這個禮拜天到哪個教會 我追隨你 其實不是追隨我 他是想跟我一起去 我上個禮拜天就帶他一起去 我現在好像再做一件事情 專門找那曾經在神的家中 後來迷失的人 包括我們上次交通的那個瞎眼的弟兄 他現在聚會非常好 每個禮拜都在板橋進行會聚會 前不久在台大開刀 希望他的眼睛能夠更好一點 上兩個禮拜 我在台大醫院做八斤生病的復健的運動 有一個人很熱心 他看我很認真 舉起大拇指 先生 好把樣 我也是一樣 我也是一樣 我的身體受了小傷 我也來復健 後來很奇妙的他跟我坐在一起 因為大家都做完了復健運動 他坐在我旁邊 我坐在他旁邊 兩個人就躺起來 躺著躺著我說 你有沒有什麼宗教信仰 說我是天主教徒啊 那我說你還在教會 天主教堂聚會嗎 很久沒有了 哎呀 你不知道 我時間排得滿滿的 他是民國三十六年生 我是民國三十五年生 他三十六年 還在做什麼運動 帆船運動 一個人 我看他的臉書 他就站在帆船上 毒煩啊 在海上衝浪 他跟我說那麼不一樣 但是我說了說著 我說弟兄啊 你不覺得你這次小傷 是上帝要你休息一下 想一想你前面應該怎麼走 他說他每天都在玩樂 他每天都在跳標準舞 就國標舞 就是要跳國標舞 我就說你要小心喔 國標舞貼的對象都很接近喔 他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是不小心受傷了 我說好那我希望你 我們彼此勉勵啦 我們都有病 雖然有病很小很小 我的病很大很大 但是我們都靜下來想想 我們人生下一步該怎麼走 我最後說 主弟兄啊 有沒有可能你到基督教來看看 他說好啊 當天晚上我立馬發給他一個地址 因為他住在新莊 住在幸福路 很幸福 新莊就有一個新莊幸福行道會 離開他家不遠 這個人守約守諾守信 說著做著 他真的去了 去了以後他給我一個line 好興奮 沒有想到基督教 那麼活潑 那麼有朝氣 那麼有生命力 我希望我能夠融入 前天我又給他一個line 我說你要不要來傳愛之家看看 這裡都是中老年人 青莊幸福行道會都是年輕人喔 兩三百人當中 大概中老年人不超過二十個 我說你要不要來傳愛之家 我說今天 是今天 我會在那邊分享 他說哎呀真可惜 我今天有安排 也許他下個禮拜會來 請大家注意他姓朱 朱元璋的朱 原來他的大伯是朱光潛 當年大陸清華大學的文學院長 寫過談美 談文學給七年的十二封信 那是他的大伯 其實他的家世不錯 怕不得我們有機會 我們真的傳福音 不管曾經在祖裡面 然後離開的 還是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哎呀不好意思 我是要開始講道了 交通交通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 那以後再說吧 所以不好意思 等一下又講不完 我太太要罵我 好啦 今天要跟大家講 小信的人之三之四 上次我們講過兩件事 一個是優力 一個是恐懼 今天講第三第四 我們剛剛讀過了聖經史 西伯來書十一章一節 OK 信也好 信信也好 信德也好 都可以 相對來講是小信或說無信 或說不信 這我們曾經看過 我們再次來讀一下好不好 來 請 信 信 好 民國八年的中文合合版聖經 比較稍微不太容易理解 信是所盼望之事的實底 那這實底是什麼呢 中文版的聖經是 所盼望之事是有把握 或說天主教說 所希望之事有擔保 這實底的意思就是有把握有擔保 未見之事還沒有看到的是你的確據 那就是能夠肯定它能夠有所確證 這我們曾經看過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個典範 當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先看這一章 他們如果現在都活著 差不多都是110歲到120幾歲 最左邊叫王明道 北京人 他有一個國語禮拜堂 中間這個叫宋尚捷 他是福建人 右邊這個叫尼托森 尼托森生在1903年 死在1972年 這是尼托森年輕時候的照片 我們真的感謝神 在1920年代 10年代 30年代 40年代 有這幾位非常了不起的奉心家 步道家 我沒辦法一個一個來講他們的見證 不過我們就只講一下尼托森 這邊我舉兩個例子 神應許 贖他的人 他必眷顧 贖他的人 他必供應 所以在1921年 那請問他幾年生的 03年 那21年幾歲啊 18歲高中畢業 他就開始傳道 他的傳道很特別 他在福州的街上 大白天 提著一個燈籠 到處講道 他在第二年的時候 他手上有130個名單 從元旦開始為這130個名單 祷告 到了12月31號 130個名單 已經有128個人信 他是一個非常不得了 了不得 非常特別的一個 有恩高的一個弟兄 18歲他跟兩個弟兄同共 在閩南的古浪 大家都知道 他要當天去布道 沒有想到 他的錢囊被偷了 身無分文 他在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他住在一個小房子裡面 住在一個小教會裡面 住在那個教會裡面布道 布道以後要回家 其他的人 另外兩個同工 當然手上袋子裡面有錢 所以他們都約好 早上起床吃完早餐 然後就準備拉人力車到港口去坐船 他上了人力車 他口袋一毛錢都沒有 但他還敢上 他一直相信神會供應 因為神曾經應許 所以當他上了人力車以後 魔鬼就在說 他感覺到 你什麼錢都沒有 你竟然敢上人力車 過了多久 到了港口 要上船 你也沒有買船的船票的錢 你人力車的錢你還都要付 你憑什麼敢上人力車 他只差沒有說 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但他憑著心心說 主啊 撒旦的控告 我要向你禱告 你會為我預備 人力車走了走了 大概不到幾馬 三四十馬 不是很遠的地方 這個老先生送食物給他 然後一個信封 等他下人力車的時候 他就把信封打開 上面有四塊錢 不僅付了人力車的錢 也付了船票的錢 Jazz Mac剛剛好 他十八歲就開始過著信心的生活 我們知道在台灣 有一個校園團體這個機構 他們的弟兄姊妹是憑信心過日子 一個月有多少錢 他們分著一起用 而這些錢是明明白白為了同工生活所用 他們才用 不是同工生活所用 他們不用 你知道尼托森還有那些 所謂小群或是聚會處 後來叫聚會所 現在叫招會 他們的傳道人 都是沒有拿薪水的 我不是說這樣子拿薪水就不對 但是要憑著信心說實話 不簡單 第二個見證是他二十歲那年 有個弟兄叫魏光喜 長得很帥的一個弟兄 他們兩個人一起 因為魏弟兄邀請他到明北的建歐 他是福州人 其實身在山頭了 他到福建的明北的建歐 來回所有的費用 大概需要四十五塊錢 剛剛那個時候錢幣的價值比較大 那時候他只有十五塊 出發之前他來到一個福州他家鄉的一個傳道人家 去看望一下 然後傍晚就準備坐船 神感動他 尼托森 這家人有需要 你奉獻五塊錢 他心裡想 來回算起來四十五塊 我只有十五塊 還欠三十塊 如果我把五塊錢拿出去 對不起 我把五塊錢拿出去 那不是剩下十塊錢嗎 那不是欠的更多了 還差三十五塊 那怎麼辦 神的感動 一直沒有放過他 離開那家 他就把五塊錢留下來 給那一家的傳道人 而後 他就坐一個小輪船 從敏江往上走 到建歐區 他上船以後的話 那個小輪船的錢不貴 到了一個地方叫水口 水口的地方要換船 那個船票要二十一塊錢 他坐十塊啊 那哪有二十一塊啊 他就去找找找 看看哪邊有最小的船 就讓他找到了 然後跟那個船動說 請問你這個船不算太大 那能不能價錢不要二十一塊少一點啊 他沒有問題七塊就好了 啊 他坐十塊對不對 哇七塊啊 他就問他說為什麼只有七塊啊 很簡單嘛 憲太爺他們家人包了這一套船 還有一個空位 反正不做白不做 我可以賺七塊就賺七塊 那是人家的包船 他既然有機會 臨時擦足期間 騰出一個位置來 只要七塊 好高興 剩下三塊 然後接下來 你看看 十五塊 減掉五塊 剩下十塊 十塊減掉七塊 還剩下多少 三塊 到最後 到最後 在建歐 侍奉主 差不多五天 零零星星的花費 最後花了 八點五塊 換之當他從建歐 準備回福州的時候 只剩下一塊物 這時候有一個 Mr.Philipp先生 他是一個老人家 他是一個外國人 特別老眼來看他 然後說 你弟兄啊 你雖然年輕 二十歲 但是你的講道 讓我的災會的 眾弟兄姊妹 跟傳道人 深深受到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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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很大很大 他不知道講了多少個 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這邊有個奉獻 報告給你 假如是我 你當 收納 那你都是 心中沒有感動 他說 我所做的 你把它講成這個樣子 說不定是 但是我心中不安 還是謝謝你 這個信封我不能拿 第二天 第二天 禮拜五的晚上 準備從建歐回來了 他只剩下多少錢 一塊半 船票加加起來 沒有七塊哦 二十一塊哦 你怎麼辦 他走著走著 第二天跟魏光喜 弟兄 一起走到碼頭 後面有一個老人家最大 前面也是老人家 是中國人 後面一個老人家 就是Philip 還是追上來 他說弟兄 如果你不拿 這是我們的虧欠 也是神所不許 你一定要拿 這位名字叫你做神 心中覺得平安 他把它拿下來 沒有想到拿下來 費用是什麼 所有來回的費用 四十五塊全在裡面 還加上印刷 《復興報》一期的費用 《復興報》是誰創刊的 他創刊的 幾歲創這個刊呢 十九歲創刊的 我們這十九歲在幹嘛 他十九歲已經寫文章了 你知道尼多森 他有一部著作叫《蜀林人》 三冊在福音書房厚厚的 我看了半個月才看完 《講人的靈魂體》 剛剛唐從榮有他的意見 他寫這一部書 是三十歲那年 四十一歲到英國倫敦去講道 用英文講 注意喔他只有高中畢業 用英文講 用英文講 面對比他年齡長很多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 很屬林的前輩 講了八天 最後寫了一本書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講《羅馬書》 他真的很有恩考 我太太是聚會所的 招會的 原來他們叫聚會處 她看了很多尼多森的書 我也看了很多 尼多森他的全集 大概有六十二本之多 我大概看了將近三十本 弟兄姊妹 這位信心的了不起的人 的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好啦 那麼影響小性 人會小性範疇跟因素是什麼呢 這一章我們曾經看過 上次我們是講到情感情緒的部分 這一次我們就講了思想理性 理智領悟的部分 理智英文叫Risen 領悟的話英文叫做Understanding 也就是說理智的話 比較偏向哲學思想思考 領悟的話比較偏向科學思考 那麼什麼樣的思想呢 影響小性的思想 思想如果說就名詞來講 是吧 就動詞來講Thinking 名詞就是自發的有意向的 你很主動去想 然後你很有目標去想 的思考情況的結果 比如說我認為人生是怎麼樣怎麼樣 這是我的思想 這是我的人生哲學 我對金錢 我對人生 我對教育 我對奉獻等等的看法 那是那個結果 但是思想的話也可以當作Thinking 它是一個動詞 就是它是一種活動 那請問這個跟小性有關嗎 有 注意一下思想常常有個陷阱 我講了六個話 什麼叫神話呢 台南市長叫賴神 這叫神話 你把他神格化了 知道嗎 他真的是賴神嗎 還是賴皮的神啊 對不起 我開他的玩笑 他其實做得不錯了 在台南市裡面 但回過頭來講 我們有沒有把一個人神格化 總統講公一點缺點都沒有啊 國父孫生山一點缺點都沒有啊 連孔子都有缺點 有一天他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叫男子 只見男子昏頭轉向 他的學生就指出 老師啊 別誇啦 我記得當年我跟一個弟兄 從台北 他比我高一班政大外交系 到台中去布道 他講道我做見證 那是個聚會處很保守的教會 這位楊東川弟兄 到現在為止 他讀第七個博士學位 他是牧師喔 前面六個博士 包括心理學 包括哲學 包括社會學 包括歷史學 包括神學 包括宣教學 現在正在讀第七個博士 是 科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博士 很會讀書啊 他是台南一中畢業 台南人 本省人 但他唱京戲啊 他的國語比誰都標準啊 很有才華的一個人 我曾經跟他 我曾經跟他 在五十六年的五十七年 一起到花蓮台東山地去布道 他唱唱Soprano 我唱Alter的高八度 要不然我唱Tenor 我拉手風琴 我們走了三地 大概十個鄉鎮 這楊東川 和歐利埃 話說回來為什麼講他呢 因為他有這麼多的博士學位 我們需要神化他嗎 其實不需要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有一些人 天父異稟 我們真的需要把他神格化嗎 這是一個思想的陷阱 請問什麼叫泛化 泛化就是 我記得小時候我在花蓮 一個小鎮上 小鎮上大部分是客家人 但是也有閩南人 也有外甥人 有一天 閩南人跟客家人吵架 閩南人就罵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 客骨頭了 客家人 客家人 客骨頭了 那你知道客家人怎麼講 我去骨頭 你去露宿去嗎 我是骨頭 那你吃老鼠肉 兩個人吵架 那我是風紀骨頭 我的爸爸客家人 我的媽媽曹山人 閩南人 我兩種話都懂啊 算起來我是廣東人又是外甥人 我說風紀骨頭怎麼管他 我說你吃老鼠肉就繼續吃吧 你克骨頭就繼續克吧 有必要這麼毒辣的來罵對方嗎 你知道我們如果說 把某一些人 犯話認為 客家人一定都是很勤勞的 不見得 上海人一定很害怕 不見得 不見得 湖北人一定九頭鳥 不見得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把一群人犯話 他們把一個人或一群人犯話的時候 這是思想上的另外一個陷阱 第三個簡化 大陸為什麼丟掉 那就是國民黨腐化嘛 這叫簡化 你知道毛澤東怎麼講嗎 毛澤東說 我們共產黨能夠統一中國 把國民黨給趕走 最重要有三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懂得情報 當年在台灣 人事行政局的副機長 王什麼名字 他是匪諜 台灣所有的最高機密的人事機密 中國大陸全都知道 第二個是群眾運動 他有情報 諜報 他有群眾運動 這是第三個宣傳 當我們想到中共 中國共產黨 這三樣東西是不是很厲害 很會宣傳 很懂得群眾運動 很會做情報 相對於國民黨的民進黨 都是在這方面 比國民黨甚至而有餘 好了 我們把一些事情 加以簡化 泛化 神話 都是適量陷阱 什麼叫隨意話 啊 精彩啦 沒關係啦 從來不去想 這要隨意話 什麼叫俗話呢 人云亦云 流行的想法就是對的 第三個標籤話 把一些人當作 某一個特定的對象來看待 這些都是思想的陷阱 那麼這思想陷阱的話 是帶來什麼樣的 請注意一下 有沒有一本書叫 《傲慢與偏見》的小說 作者 Austin 他是英國的一個小說家 很好的基督書 他的爸爸是牧師 傲慢的人很容易獨斷 偏見的人很容易懷疑 傲慢先生達賽 偏見小姐伊麗莎白 伊麗莎白是鄉村姑娘 小家畢語 達賽出自大城市 貴族出身 請問李敖怎樣 如果某個角度來講 他叫做知識分子的貴族 貴族因著他的出生 會有傲慢的氣質 很容易啦 但是一個村姑呢 一個小家畢語的伊莎白呢 見識不廣 宜管虧天 他很容易有偏見 所以偏見的話 他很容易走向 我沒有經驗我就加以懷疑 傲慢到很容易 我才是對的 你大概都錯了 所以這些都是說明到 我們在思想當中 我們會變成小心 其中一個本身的條件跟特質 那什麼樣的人最容易小心呢 馬太福音曾經講到 耶穌在海上行走 夜間四驚天 請問四驚天大概幾點鐘啊 七點到九點一驚 九點到十一點二驚 十一點到一點三驚 一點到三點四驚 所以清晨凌晨的一點到三點 叫四驚天 耶穌在海上行走 這時候彼得看見了 大家都害怕之後 耶穌說我是誰 彼得想要走海上 但是最後他落下去了 耶穌就伸手拉他 你這小性的人為什麼疑惑呢 我認為疑惑的人通常碰到困難 都憑著自己的經驗 採用歸納法 好像有點學術性喔 那請問歸納法是什麼 歸納法就是一種科學研究的方法 我在台北看到的烏鴉黑的 我在宜蘭看到的烏鴉黑的 我在屏東看到的烏鴉黑的 我在花蓮看到的烏鴉黑的 我在香港看到的烏鴉黑的 我在意大利看到的烏鴉黑的 我在英國看到的烏鴉黑的 我在南非看到的烏鴉黑的 我在加拿大的 所以天下烏鴉一般黑 归纳法是什么 把你在各处所看见的 所谓的物件或凭证 加在一起 找到它的共同的原理原则 这叫归纳法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经验 耶稣可以在海上行走 彼得很大胆 他想试试看 但是当他看到那个海浪 那样的汹涌翻腾的时候 他陷下去了 因为他根据他的经验是走不成的 可见得一个疑惑的人 常常会怀疑会甩策 甚至于猜忌 半信半疑一神一鬼 他是怀疑论的 而且容易有偏见 如果很严重的话变成妄想症了 思想上的小信呢 马太福音十六章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好不好 预备 请 原来有一天 耶稣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塞人的教 教的话就是有教 在做饼的时候可以发酵 可以让它蓬充长大 但是那些门徒呢 就在议论 耶稣说这话 是不是我们没有带饼啊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各地 去宣教 去讲道 耶稣去医治各样的病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他们的食物就是带着随时的干粮 随时的饼 所以当耶稣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塞人的教的时候 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带饼 然后在议论纷纷 等一下我们会看 那我们看到说 怎么样的人容易小心呢 议论的人 面对问题我有意见 那什么叫演绎法呢 演绎法它比较是相对归纳法的一个方法 假如说我们学过解析 这个平面几何 我们当中有数学家了 几何本身一定先有一个假设 然后最后你要回过头来印证这个假设 那换一支 所谓的演绎法就是 假设人都是可靠的 经过证明果然人都是可靠的 那么这个历程的话就是他先有一个先见 他先有一个设定 这个叫演绎法 那么我们看到说喜欢议论的人是什么呢 喜欢议论的人他常常比较多思考多虑 喜欢耗辩 甚至于跟严重论断 接谈相议 相议接谈 我这应该是各说各话了 很容易独断论 容易傲慢 容易多语症 多语症是心理学的 想妄想症是心理学的 精神医学的范畴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是瘀火 好 我们来好好念一下这一段事情好不好 预备 来 请 天主随即 天主上海 天父到那边去 等他叫陆上山海 他人中了以后 他就无知上山去闹道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传在海中 因梦不顺 飞浪遥汉 夜与世纪念 耶稣在海面上走 王恩渡达民群 本路开店马在海面上走 有救心王子说 世人灰晚 天天害怕 他叫醒来 耶稣也蒙德他的说 你们怕不及不及 是我不要怕 好 再继续念一下 谢谢 你的说 主 如果是你 请教我从水面上 走到耶稣上去 耶稣说你来吧 你的肉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上去 使命见弘神啊 就害怕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身手 拉住他说 你这小子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弘救助了 在山上的人怀怀他说 你尊是神的儿子 好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说 这个疑惑的人呢 当他遭遇困难 是凭着自己的经验 就像彼得他 陷在海中 只好说主啊救我的时候 其实他是凭着 自己的经验 凭着自己的 过去的想法 说到这里 我母亲 有一个他高中的同伴同学 在沟子口的西安堂聚会 沟子口的西安堂是一个非常敬前的教会 他们培养了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曹立宗 曹立宗是士林西安堂的牧师 我很喜欢听曹立宗弟兄的讲道 他是台大物理系毕业 那么我这一位妈妈的同学呢 在沟子口聚会 有一天 他的先生也很虔诚 骑个单车 这样去聚会 被个车子撞了 不仅撞了 倒下来 不仅倒下来 后来死了 这个困难 这个苦难 对我妈妈这位同学 是非常非常大的打击 最后 他几乎要不信 有一天 昌浪师大有一个很好的学生 叫梁佩芬 他的外号叫梁百芬 她是个姐妹 她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 背稿子 背到一半忘记了 你知道她接下来怎么样吗 她说各位评审老师 好不好 你们不要算我分数 但是我没有讲完 我觉得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你们不要计算我的分数 不要列我的名次 如果可以的话 我重新再来 她是一个心里很健康的姐妹 又有一天 她已经毕业了 在大甲高宫教书 她回学校去看老师 包括看我在内 我跟我太太 她来看我们 她来看我们之前 她进到了一个学生宿舍 女生宿舍 这两位分手一个姐妹 她听到了一个非常凄惨的 非常哀痛的哭声 因为那天是礼拜六的下午 宿舍几乎没有人住了 大家都回家的回家 到大城市去玩 或者说还有人 到学校图书馆去读书 几乎只剩下那个女生在哭 然后被门进到那个宿舍 听到那个声音 接下来敲门 原来那女生哭完以后准备自杀 经过她跟她交通 把信仰给她 当她离开以后 那女孩子 不仅把眼泪扎干 而且恢复 很正常的言语 行为 但是第二个礼拜 梁佩佩生她第二个儿子 第二个孩子 在产台上 她是一个护士 她当过护理长 竟然得到几乎是万分之一的病 那叫做羊水酸塞 羊水酸塞 简单说一件事是 子宫里面的羊水 冲到了血管里面 而万分之一的机会 就临到她身上 最后她过世了 当她过世的时候 春世礼拜 她的学生去了将近三百人 其实她在那个学校教书 不过两年 而且她是辅导老师 没有直接教班级 竟然去的有三百多人 但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人 某一个人 影响很大 因为她觉得那么好的姐妹 怎么死得那么惨 后来张华师大又有一个老师 台大卧人系毕业 很爱足的弟兄 甚至常从张华 坐火车到台北华晨去读书 有一天她挤甲车 又被撞 然后死掉 对这一个姐妹 又是一个打击 主啊 怎么这两个人那么爱主 竟然都死与非命 又有一天 她的妈妈死掉了 也是很意外 又有一天 她的妹妹也死掉了 也是很意外 又有一天 她的弟弟死掉了 说实话 也是很意外 我请问你 如果你是她 你的信心还能维持吗 不容易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如果碰到困难 根据自己的经验 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疑惑的人 好了 那么这个彼得如此这般 我们就看到说 疑惑的癥结在哪里呢 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 海面上行走 这是超自然的行为 难怪大家都以为鬼怪 请问今天超自然的事情 我们容易信吗 很不容易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是凭着自己的经验 觉得在海面上行走 是不可能的 以为她是鬼怪 严格讲 那是不认识上主 第二个 如果主 如果主啊是你 我就走在水面上 那是不认识自己 靠着自己的热心 靠着自己的冲动 靠着自己的以为 她走在海面上 最后她落下去 第三个 风盛大 我沉下去了 主啊救我 这时候她只看了环境 怕困境 所以这个时候 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在怀疑的当中 但好不好 有一个怀疑论之外 有一个叫光照论 可能我们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光照论 光照论是神学研究当中的 一个理论 简单说起来就是 我们在生活中 会碰到困难 我们在人生中 有所疑惑 说实话 只有一个方法 能够疑难解 能够把我们的疑惑 能够解掉 那叫做靠神的光照 我们在世界上有太多 不明白的事情 我们在世界上有太多 不了解的问题 我们在世界上有太多的苦难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 我们要求主光照 我们要求主光照 我自己百病重生 人体八大系统 我七大系统 全部都有毛病 最近因为肝癌的关系 吃一种药 算很新的药 叫惠力妥 既然既不会 也不立刻妥当 使我的肾脏 开始产生病变 很多指数都出了问题 再下去就要起肾 当然也许还有一段时间 也许很快了 发现这个问题 的是我的太太 她很细心 我很感谢她 有某一个指标的指数 叫肌肝酸 数字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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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1到1.2到1.3到1.4到1.5 我从来没有注意这个数字 但是我太太注意 我就要问主 主啊 为什么 难道我不够金钱吗 当然了 比起荣耀长老是差一点 不好意思啊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 彭国良你应该还不错吧 为什么 我们真的求主光照 最近我在想 是不是我有一些罪 没有对付 说不定 小川 你好 我们也是叫你对付罪啊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求神光照 我们每一个人的困境 疑惑 到底背后潜藏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 这两天 我太太要我好好面对自己 我真的很感谢我太太 她不仅帮助我很多生活上 去帮助我在灵里面 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刚才自身主是吗 从弟兄后排 走到前排 唱诗的那个弟兄 老而优雅 声音是那么样的美好 而且用她生命在场 用她的感情在场 用她用对神的敬拜在场 这是有神的光照 感谢主 阁家大名叫什么 哦 是是 等一下再跟你请教 怎么样唱得那么好啊 好了 跟你一手就没带没脚 不好意思 好 疑惑的关键叫枢纽 枢纽是什么意思 请问一下 什么叫枢纽 就是关键嘛 对不对 那什么叫枢纽呢 对 一个门 当它关起来的时候 它中间 有那个枢纽 如果没有那枢纽 你关门 要把门抬起来 逗上去 因为有那枢纽 你开关 非常的方便 当你我有疑惑的时候 我们要找到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枢纽的地方在哪里 这时候 那个门就很容易开 那什么是我们的枢纽呢 那就是我们的选择 请问 我们要选择傲慢跟偏见 还是选择谦卑跟舍己啊 说实话 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 千千万万要找到我们的枢纽之所在 如果我们的自我抉择 仍然在傲慢跟偏见 自我中心的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谦卑 没有办法舍己 我们没有办法蒙光照 神怎么向你说话 今天灵魂派的人动不动就说 上帝对我说 我不觉得都这样 但有些人的确上帝常常跟他说话 我太太 上帝就常常跟他讲话 今天有点高级我太太啊 不是因为她弟弟在旁边啊 真的 上帝常常跟他说话 说完话就跟我说 我在我太太面前 通常都是矮半截 因为她真的爱主 属主 有主常常的光照 过去在彰化 有一个林良堂的牧师 当我在彰化教书的时候 她还是高中生 后来读华城 后来读台大 很优秀的一个传道人 她的太太也很优秀 但有一天 她对教会里面某一个姐妹说 那个姐妹那一年 大概将近二十九岁 她就跟她讲了一句 一个议言 好像神光照她 她就跟那个姐妹说 哎呀 林姐妹啊 将来你的先生 一定就是来自于东海大学 讲完以后 那个姐妹 一直相信她将来的弟兄先生 是东海大学毕业 人家介绍台大 她不要 人家介绍政大 她不要 人家介绍冯甲 她不要 人家介绍成大 她不要 都不要 到最后东海台师没出现 她已经五十岁了 那个师母干什么 你真的有神的光照吗 蛤 蛤 蛤 你们说是东海的吗 什么台大也不是 镇大也不是 世代也不是 城大也不是 都不是 一直等不到啊 如果等到了五十岁了 听说姐妹 我们要求神的光照 让神跟我们说话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祷告是单向的 主啊 祷告完了 就等神了 从来没有听神的声音 我再说 你我在疑惑中吗 你我在困难中吗 你我在疾病中吗 你我在苦难中吗 我们的祷告要仔细听神对我们的说话 那叫光照 在光照之前 切切记得 第一个 你我要谦卑 第二个 你我学习舍己 所以耶稣说过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五弟兄提醒我了 时间已经到了 不好意思啊 难得来一次 管你的 疑惑怎么解决啊 我们不是要光照吗 对不对 注意一下光照是什么呢 我们依靠无所不能的神 神怎么做 我们怎么跟 没有光照 你就等神的光照 神不对你说话 你就继续对神说话 一直等到神怎么走 我们怎么跟 那请问神怎么走 我怎么知道呢 看圣经啊 圣经怎么说 你怎么做 圣经怎么讲 我们怎么行 感谢主 花了一千四百年 有了四十位的直笔者 作者是上帝 那一本书叫圣经 中文合合本 加起来大概一百多万字 你我认真读过吗 刚才我们看到宋尚杰 他在纽约的Union Seminary 叫协和神学读书 那是一个新派神学院 他跟他的老师唱反调 我们一定要蒙恩得救 他的老师说 哪里有复活啊 哪里有神迹啊 那是科学所不容啊 最后他的老师发现他 疯狂地在传福音 在他的神学院 他的院长干脆把他送到精神毕业 宋尚杰在精神毕业 一百三十九天 进去的第一天 他就要求院长说 把我的圣经给我 至少我可以在医院里面看圣经 一百三十九天 他把圣经从头到尾 看了四十遍 那天我回台中 看我曾经看破 看烂的圣经 总的加起来也不过六本 请问 你从头到尾看了圣经 看过几别 感谢小三弟兄 特别提醒我们 开春了 我们应该有新的展望 有新的计划 不妨考虑一下 神怎么行 借着圣经的话 OK 我们就跟着就对了 请注意哦 看主所事 不要看环境 不要看自己 不要靠经验 不要靠他人 见主的大能 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尊主为大 当彼得被拉上来以后 你知道众人怎么样呢 船上人都拜谁啊 拜耶稣 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为什么 因为看主所看 见主大能 很自然尊主为大 我还是要说 我们在疑惑中吗 我们在困境中吗 也许这些可以提醒我们 作为参考 雅各苏说 只要凭着什么 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好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洞翻腾 疑惑的人 真的是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洞翻腾 罗马书四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来 请 我们看到罗马书四章二十节 所提到的 他说神应许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仰望他呢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太多了 神经上竟都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总不因不信心里就起了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到底我们心里起疑惑呢 还是心里得坚固呢 但我们因着信 我们可以得到坚固 就将荣耀归给神 议论是什么 议论它有消极力面 它有积极力面 积极力面就是讨论 大家发表意见 消极力面的话 更严重的就是叫做论断 或说各说各话 自以为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议论这个部分 不晓得是不是对 好像应该停止了 那我们就祷告结束吧 好了 很快看一下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吧 来请 好 再接下来 你们还不明白吗 我对你们说 教训 好 法利赛人是非常遵守 圣经上旧约的律法 但是他们常常遵守 道与力不过头了 反而指责别人没有遵守 自以为义 杀罪该人是科学派 他们都是政府当中的高官比较多 这是在野派 这是在朝派 这杀罪该人的话 他不幸复活 不幸神迹 得以今天的心派 所以呢 耶稣说 我跟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教 不是说禀 而是说要防备他们的什么 教训 因为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 杀罪该人完全否认神的神迹 神的復活 好 那我们在议论的当中我们看到说 忘了戴饼是因为没有戴吗 这只是一个主观的认定 但是他们忘了五千人四千人吃饱的经验 所以那个饼不是问题吗 你怎么会介意说 耶稣会在乎你忘了戴饼了 你没有戴的话 你还不记得五千人吃饱 剩下十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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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的事实忘记了 最重要的是要教导 到底笑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此刻我们看到说 议论当中的抉择 一个是我的聪明 一个是神的智慧 一个是人本主 一个是神本主义 我记得大概前两天吧 有一个Jim Keller 就是吉姆凯乐 他曾经讲 在人心中永远有一个谎言 我们常常骗自己也骗别人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句话 没有说过往的请举手 没有做过弊的 这个比较容易了 但是话说回来 当我们认定自己以为是的时候 就落在以人为本的思想 而不是以神为本 时间不多 那怎么样解决这个议论的问题呢 无所不知的神 神说人听 聆听主的道 专心聆听 用心思想 不平几义 不靠感觉 能够看到主的智慧 尊主旨意而行 所以这样的话 才能够防备法利赛人 跟杀多干人的教 我不知道你听道 够不够专心 只要你听唐崇荣的道 他会骂人 大概容易专心一点 其他也不是骂人 是希望能够尊重 整个的聚会 只要你听李长寿的道 你会觉得非常的享受 也许 听尼托森的道 更不用讲 听宋尚杰教你的道 你会兴奋得不得了 我爸爸 我妈妈都听过宋尚杰的讲道 宋尚杰的讲道 非常非常的有力量 有恩告 有一天宋尚杰 他到新竹还是台南 讲道讲道一半 突然之间 他这话 讲的跟讲道的内容 完全没有关系 他的手往一个方向指 你这座长老的 既然自己抽鸦片 还在卖鸦片 赶快回改 他指的方向果然有一个长老 那长老真的自己抽鸦片 而且卖鸦片 当他这样指 当他这样说 那真的是神启示他 那长老不好意思 我当长老那么多年 大家都那么尊敬我 我怎么可以承认 我抽鸦片 吃鸦片了 甚至卖鸦片了 他没有上来 那个聚会是三天的聚会 第二天 宋尚杰讲道 那个长老换一个位置 宋尚杰讲道一半 那个手指又来了 你这个做长老的 自己抽鸦片买鸦片 赶快回改 这一次他吓了 他爱与面子实在不敢出来 后来他想想 人本的思想 搞不好宋善杰乱指 要不然不是指我 还有别人 还有其他长老 那长老叫严小川 开玩笑 谁叫你坐在前面 好 他以为可能是指别的长老 第三天他不信邪 再换一个位置 宋尚杰一样 讲道讲道一半 手指又指着他的方向 就点着他的脸 聚会完 他立刻到前面 不晓得是在新竹还是台南 这是真的事情 那样的有权柄 那样的有能力 那样的有神的启示 你知道吗 我们不要再凭着自己的感觉 凭着自己的意识 而要专心的聆听 用心的思想 能够看到主的智慧 主的大人来尊心 好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议论的部分 这一段很精彩的话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来 请 请 再生不可,我也會有狗狗的狗狗 也許他對岳伯說話以後 就為你一萬人一萬人一萬人 我的夢之心向你和你兩者朋友發出 因為你們一萬活 不如我的無人為岳伯說的事 岳伯回答上帝的話 他說誰用無知的言語 很多時候我們說話是無知的 很多時候我們說話是不曉得在講什麼的 然後岳伯他說我問你 然後怎麼樣求你指示我 我們真的需要在大人的無所不知的神前面前面 所以那位岳伯他說了一句非常轟動的話 我從前封文有你,現在今眼看見 所以岳伯就對岳伯說話以後就對提曼人以立法 這是最年輕的那一位 前面還有三位用過四位 我的怒氣向你和你那兩個朋友發作 因為你們議論 不如我的仆人 我們很多時候講了一大堆廢話 看起來自以為是,自以為對 甚至於覺得很周圓 甚至於覺得非常合邏輯 但是人的邏輯一定符合神的真相嗎 李敖曾經提了一個問題 李敖說,如果上帝是全能的 請問他能不能造一個他推不動的石頭 如果他不能造,他不是全能 他造了,他還是不是全能 因為他推不動的 請問這是不是邏輯 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無所不能的 請問他能不能造一個他推不動的石頭 我們看起來這個邏輯 把上帝的全能以逢完全掐死了 那麼現在我們就要講 當神藉著舊約聖經也好 新約聖經也好,特別舊約聖經 他所提到的律法 請問,如果你相信,遵行 你就得福 你不相信,你不遵行,你就得禍 神能不能收回來去違背他 不能違背 所以反過來講 神不會也不能造一個他所推不動的石頭 因為那是對他自己的本質的違反 邏輯很多時候很吊詭啊 我們一聽到李敖說的話 誒,這樣對呢 那上帝敢是全能的 不可能嘛 如果他可以,那他造一個他推不動的石頭啊 如果他造一個他推不動的石頭 你說他對了 但是那個石頭他推不動 他不是全能 那叫自反力 違背你原初的設定 所以我們不要太相信所謂的邏輯 不要相信所謂的權威 你知道嗎 我們中國人常常有三件事情 第一個 叫做同情弱者 中國人非常會同情弱者 第二個叫做打擊強者 誰要強的我們就跟他打下去 第三個叫盲從學者 你不覺得嗎 同情弱者 看起來很用愛心 但是爛情 打擊強者 看起來非常的堅強 但是你是否打擊對了 他真的需要打嗎 盲從學者呢 那是最可悲的 我也算是一個學者了 千萬不要相信我 你相信這是神的話 因為人的議論怎麼樣 不如我的仆人約伯 為什麼 約伯不僅知道自己的無知的言語 也知道自己要求神來指示 同時他不僅封文 而且親眼看見 你注意到這四個字嗎 知道自己無知的言語 知道要向神求指示 知道自己過去是封文 知道現在真的親眼看見 好了 結語 疑惑要尊主為大 因為神有大能 神怎麼做我們怎麼跟 神是無所不能的 議論要遵主的旨意 神有智慧 神說人聽 神無所不知 我們總和樂看一下 我們上一次 憂慮 以主為樂 神供應 神先人後 神無所不有 但卻與主同行 神同在 神在人安 神無所不在 請問世界上 哪一個宗教的神 是這樣的一位神 無所不有 萬有都是他 屬於他的 也歸於他的 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 無所不知 當我們憂慮的時候 千萬記得 神是無所不有的神 神會供應 當我們膽怯的時候 千萬記得神無所不在 神會同在 不要膽怯 當我們疑惑的時候 千萬記得 神是無所不能的神 神有他的大能 當我們議論的時候 千萬記得 神無所不知 我們不要亂講話 因為我們所知的 仍然是不知道 保羅說過一句話 很有名 按著我所知道的 我仍然是不知道 蘇格拉利也說過一句話 我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蘇格拉利講的 用米人話講 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 你能夠知道 我知道 我不知道 我們就可以真正相互下來